常生不老 奢望吗 不用再吃那种 贵松松的活灵芝 马老师要来告诉我们 哈佛这个最新研究 我觉得再过五年很快 人人有机会活到150岁 秦始皇早生了2000多年 他如果现在生在现代 他的大梦就要实现了 真的假的 常生不老药 好 电子机前面观众一定说 假的 我告诉你 这真的 大家在等五年 五年之后 常生不老药 白菜酱就要出来了 预估你有可能有机会 活到150岁 全世界最轰动的事情 就是哈佛大学 跟新南威尔斯大学 联合研究出来的这个东西 他们找出了 烟 锡 氨 氾 壳 肝 酸 这个东西 NMN 这什么东西呢 这东西其实在蔬菜 水果里面是有这东西的 它一拿出来之后 我告诉你 第一个 它抗衰老 第二个 你听了一定高兴了 抗辐射 现在每天跟电视前面 这都是我们最害怕的两句 抗辐射 第三个 细胞老化之后 它可以让细胞跟细胞通信系统 连接得更密切 简单的说 它就是一种长生不老药 现在观众一定说假的 我告诉你第一个 哈佛大学做了研究 第二个 研究报告登在Science期刊上 科学杂志是全世界最好的杂志 它愿意登里就证明这真的 第三个 NASA进来了 NASA把ITEC奖 颁给了这个团队 然后跟他说 我要跟你们合作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太空人 在太空里面 最大的威胁 辐射 对 如果你要去登陆火星 我告诉你 到火星的时候 你全身都是癌症 因为辐射把你打进去了 所以你要登陆火星 你一定要能够抗辐射 它的实验过程 它真的可以抗老化 让你回春吗 先要讲实验 第一件事情 先是在老鼠实验 对不对 注射在老鼠身上 一周只注射两次 我告诉你 大家来看这只老鼠 这老鼠是22个月大的老鼠 注射之后变6个月大 它的肌肉 它的肉体变成6个月大 好 现在可能大家不知道 老鼠最年老 可以长到多少个月 多少 30个出头的月 所以换穿成人类的年龄 这只22个月老鼠 就是人类的60岁 是 6个月的 它恢复到6个月 就是变成20岁 这不会多少呢 60岁老鼠注射之后 变成20岁 好 这第一个 那你大家就说了 你对老鼠有效 对人类没效 动物研究而已 动物研究而已 这个华一的 主持人是华一的 他自己吃 他自己吃 好 跟大家报告 他是49岁 但他因为操劳做实验 他去测身体 他的这个年龄是49岁 他的身体是57岁 57岁 对 他自己吃这个之后 再去测 他的身体状况变成33岁 57岁 是 变成33岁